50人被迫参加死亡游戏 被吓到的红发女瞬间就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随即她准备拍行站在一旁的男人 向她问一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就算她的手掌触碰到男人的衣服之前 警报声再次响起 此时一个小哥突然叫住红发女让她不要乱动 并说到他们可以看到大家的动作 这里是哪里 他们是谁 为什么大家会被抓到这个地方 红发女心中有许多疑惑 但显然对面的小哥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屋内又有一个穿着红色背线的女人醒了过来 她还没等小哥提醒 便一脚踏出了红圈 下一秒一到墙里的电流就击中了她 红发女和小哥都被吓坏了 随着警报声响起 所有人都醒了过来 一个黑人小哥看到红背心女人的尸体 吓得当即就要离开 她的脚刚离开红圈范围 就以同样的方式丧了命 小哥再次提醒大家不要乱动 也不要触碰身边的人 可她话还没说完闪电击毙了 这下众人都慌了 他们七嘴八舌的讨论着现在的处境 一个亚裔小哥无意间发现了一些规则 在他们的圆圈内围 有两圈更小的三角形 这些三角形代表着外圈的每一个人 大家可以用手势让三角形上的白光移动 握紧拳头则是代表了投票 最终票数最多的那个人就会被处死 为了确定他们的猜想 众人决定全体投票给那位死去的女士 可当投票结束之时 却有另一个人遭到了怨击 看来已经死去的人不能被再次选择 紧接着大家又尝试了所有人都不做选择 但两分钟的倒计时结束后 还是有人死去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个穿着条纹开山的男人大吼一声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他提出既然无论怎么做都会有人死亡 不如就让大家投票决定死亡的顺序 这样他们就能省下更多的时间来整理整件事项 众人一听觉得有理 但投给谁是个难题 紧接着开山男提出 现场有五六个老年人 大家可以先将老年人投出去 反正他们的生命本来也就没剩下多久了 此话一出顿神引来了巨大的争议 大家各有各的想法 可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最终在倒计时即将结束的时候 众人还是无视老人 饱含恐惧的双眼 默默地把票投给了这位白发老人 杀掉第一个老人后 他们又理所应当地杀掉第二个第三个 直到矛头只向一个戴着帽子的女士时 众人的意见再一次产生了分歧 这位女士才52岁 严格来说并不算了 如果本轮将她投死 按照开山小哥的逻辑 接下来就要杀死40岁的人了 众人之中 中年人所占的比例还是居多的 大家谁也不想去死 于是提出老人先死的开山男 就成了众矢之地 在下一轮投票中 众人果断地将票投给了他 可杀死开山男之后 大家失去了意见领袖 接下来一轮的投票投给谁 成了难题 此时刚刚逃过一劫的帽子女 开口说道 不如大家试着介绍一下自己 看能不能找到大家被抓到这里的原因 这个卷发的胖大姐 最先响应帽子女的号召 她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情况 但很快两分钟就结束了 众人在没有商量的情况下 直接将票投给了胖大姐 胖大姐明明没有说错什么 但却被当作出头鸟投了出去 这也导致了剩余的人 不敢再轻易开口 可一直沉默下去 两分钟后还是会有人死 于是一名穿着衬衫的白人男人 开了口 她告诉大家 旁边的这个金发女人是她的妻子 并祈求大家可以放过自己的妻子 当然如果必须要有人被投出去的话 大家可以投她一票 男人的深情感动了在座的大多数人 谁也不愿看着一对恩爱的情侣生死相隔 于是本轮的投票环节 一个无辜的老太太被投了出去 紧接着新一轮的两分钟介绍环节开始了 这次轮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偷渡客 她听不懂英文也无法和大家交流 即使有位小姐姐愿意当她的翻译 但依旧有人觉得这样的人存在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她不能同大家一起讨论逃出去的办法 这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贬低着偷渡客 但也有人觉得生命不分高地贵贱 不应因为她没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就投死她 双方吵得不可开疆 不知不觉中两分钟已经过去了 大家都忘记了投票 屋子中间的那颗黑色球体闪起了红光 并随即带走了一个亚裔女人的生命 接下来站在后排的警察男突然开了口 他声称自己以前见过站在前排的一个纹身男 这人有家暴的倾向 经常殴打自己的女朋友 纹身男解释是女友出了鬼 自己才会那样对他 但这话等于是坐实了他打人的事 于是大部分人便将手头的票投给了温身男 杀死一个有罪的人 心理负担肯定会比杀死一个无辜的人小 于是大兄妹并建议大家分辨一下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这样大家就可以先将那些坏人投出去 没准这场生存游戏的通关方式 就是找出那个最应该去死的坏人 并将他投出去 可究竟怎样才算坏人呢 一个带眼镜的大叔提议 大家把道德观价值观和这辈子做过没做过的事情都说出来 让所有人一起审判 但有人提出异议 说这样太耗费时间了 一轮只有两分钟 他们有这么多人需要陈述自己的生平 但也有人支持这种做法 双方还没有吵完 两分钟就已经过去了 倒计时结束时 一个女人遭到了电击 这是一个黑人小哥级了 死去的女人戴着头巾 明显是个少数民族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要轮到黑人了 他的言论瞬间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否认 在美国这个国家政治正确高于一切 大家都坚决否认自己会针对黑人 但黑人小哥这种意犹所指的语气惹怒了大部分人 尤其是那名警察 本来就有种族歧视倾向的他 愤怒地说道 黑人生来就是懒鬼麻烦精 平日里就到处要别人帮他们忙 给他们特殊的优待 现在这种危机时刻还要靠肤色博取同情 他的话令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 两分钟后投票开始 出乎意料的是 黑人小哥并没有被投出局 反而是刚才那名出言不逊的警察丢了性命 警察死后大家都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跟着游戏的节奏走 将会有更多人无辜死亡 一名穿着军装的士兵提议 大家把票数投平 这样也许大家都能活下来 由于自己不能给自己投票 于是他们便想了这样一个办法 每个人都把票投给自己右边的人 不要投给空的位置 倒计时结束后 一个穿着衬衫的男人倒了下去 士兵认为可能是有人弄错了方向 这才导致了衬衫男的死亡 于是便建议大家再是一次 这一次每个人都十分谨慎 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每个人的意料 两道金色的光束照住了胡子男和孕妇 这意味着胡子男和孕妇的票数相同 众人需要在二人之间再投一次票 最终胡子男被投了出去 有人提出质疑 大家不都是一票吗 为什么这两个人会被选出来 这时一个黑衣青年坦白说 是自己把票投给了胡子男 因为他看到胡子男偷偷的把票投给了孕妇 如果他不这样做 孕妇就会死掉 随即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游戏一直不结束 那么到最后场上最终剩下了两个人 大概率就是孕妇和他身旁的小女孩 他的话引起了其他人的警惕 确实孕妇和儿童是最容易获得同情心的人权 但生死关头谁不想活呢 于是在下一轮投票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投了小女孩一票 想要先将这个隐患给除掉 这一轮的结果是 小女孩和一个老妇人评票 在鲜活至嫩的小女孩和垂暮之年的老妇人之间 大部分人选择了两妇人 因此最终投票结束后 小女孩活了下来 可小女孩和孕妇现在已经暴露 已经动了杀气的人们 再次将票投给了这二人 不过这次 跟他们获得一样票数的 还有一个男人 这男人不断鼓动其他人 投票给孕妇和小女孩 想要把这两个人一起投出去 但他话音还未落 就被人投了出去 接下来那对夫妻中的丈夫便开始询问 有没有人自愿为大家牺牲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一个男孩选择了牺牲 理由是他不想再杀人了 男孩只有16岁 有人认为他的年纪太小 还不明白这个决定的意义 但也有人觉得 既然男孩是自愿的 大家就不要干涉他的决定 正当两拨人试图说服对方的时候 一个穿西装的黑人男子 看出了男孩的纠结 于是他主动提出要替男孩去死 说完也不等众人反应 便整理好西装 大步跨出了脚下的红色圆圈 可他的死亡 仅仅为大家争取到了两分钟 因此时间一到 一个道貌爱然的精英男 就开始催促男孩履行诺言 为此他还特意跟男孩说 如果自己可以逃出生天 自己的孩子将会以男孩的名字命名 即使男孩已经改变了主意 但在精英男的催促下 男孩还是转身 走出了红色圆圈 喜出王位的精英男 口中连连道谢 可事实上 他连男孩的名字都叫错了 两名志愿者慷慨赴死后 众人将目光投向了 穿着军装的那位士兵 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他作为一名士兵 就何该为大家牺牲 可士兵并不想死 他告诉大家 这些年他都在战场上 拼死杀敌保家卫国 好不容易攒了个假期 回乡探亲 但还没到家 就被抓到了这个鬼地方 他现在连妻儿的面都还没有见到 因此他不想 也不愿做出这个牺牲 事情就这样陷入了僵局 就在众人沉默不语的时候 一个胖胖的女士举手 示意他愿意牺牲自己 一年前 他的孩子因车祸去世后 他觉得自己的生活 便没有什么盼头了 一旁穿着蓝色衬衫的男人 坚定的对这位女士说道 他一定会和儿子团聚的 衬衫男的话 让这位女士的内心 得到了一丝温暖 在和众人道别之后 女士主动离开了红色圆圈 这位女士死后 一旁的卷发男 开始朝着衬衫男发难 问他凭什么这么肯定 二人可以母子相聚 衬衫男告诉大家 自己是一个牧师 因此他相信 对于此事上帝自有安排 卷发男疯了一样的 嘲讽起对方和对方的信仰 可他还没想到 现场大部分人都是信教的 他的这一番话 成功惹怒了这些人 于是他们将票投给了卷发男 本轮卷发男和一个年轻女士 获得了相同的票数 不过最终牺牲的是 那位年轻的女孩 卷发男虽然活了下来 但他知道 最近已经触犯了重怒 为了活下去 卷发男打起了歪脑筋 他一脸熟络的 朝着一旁的大兄妹 打了个招呼 随即就疯狂地诬陷大兄妹 说他龙胸整容 拍色情片 勾引有负之夫 在他的言语攻击下 大兄妹绝望地哭出了声 可投变环节结束后 大兄妹却依然活着 反倒是认为 自己胜券在外的卷发男 倒了下去 紧接着之前 逼死了16岁男孩的 精英男再次出手 这次他的目标 是站在他斜后放的黑发女 在二人交谈的过程中 精英男得知 黑发女是个同性恋 孔同的他抓住这一点 疯狂地抹黑黑发女 殊不知他的这些无知言论 正是将他送进地狱的敲门砖 相同的票数 巧的是 这两人在原来的世界 发展过一段婚外恋 深爱着对方的两人 谁也不愿独活 于是二人选择了 共赴黄泉 此时长发小哥 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投票到了最后 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 大家不能投票给自己 剩下的两人 就只能投票给对方 这样一来 他们会得到相同的票 凭票的结果 是两个人一起死 最终将没有一个人 可以活着离开 恒一青年则表示 还有一种可能 如果双方中有一人弃票 那么对方就可以活下来 如果自己活到最后的话 他一定会选择 牺牲自己保全对方 此时一个戴着眼睛的男人 将话题带回孕妇身上 他不断地逼问 孕妇的工作收入 婚姻状况等问题 并试图让孕妇证明 自己有活下去的价值 事实上 他并不关心孕妇的情况 他只是想从 最有几率活下来的人身上开刀 如果可以煽动大家 把孕妇投出去 那他生存的几率 将会扩大好几倍 好在恒一青年 及时发现了他的意图 大家根据自己的意愿 分为了两个阵营 以眼镜男为首的这群人 想要偷死孕妇和小孩 以黑青年为首的 则是要保护这两个人 两分钟结束后 两道金光笼罩了 小女孩和偷渡客 看着小女孩惊恐的神色 偷渡客主动离开了 红色圆圈 此时场上只剩下15个人 双方都在疯狂拉票 而本轮被选出来的是 小女孩和眼镜男 这关乎到双方阵营的人数问题 于是长发难免提议 干脆大家维持之前的投票 让这两人同时出局 但意外的是 最终的结果 只有小女孩活了下来 原来那对夫妻中的妻子 不忍心看到小女孩死掉 于是在第二轮 他选择了气票 眼镜男死后 他这一方的领袖 变成了长发男 因此他们这一方有人死去 所以他开始扇斗大家 把票投给独臂男 原因很简单 独臂男是黑衣青年这个阵营的 只有将他投死 他们阵营的人数 才能保持优势 于是这一局中 长发男阵营 将矛头对准了独臂男 但黑衣青年这边 因为没有固定的人选 就这样独臂男被投出了局 场上还有13人 黑人小哥开始煽动大家 解决掉士兵 因为他在对方属于领头人物之一 慢慢的场上开始 有人同意黑人小哥的说法 就在危机时刻 士兵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以夫妻中妻子的性命 做筹码 威胁丈夫 倒戈到自己的阵友 否则自己就号召全部队友 投死他的妻子 反正现在大家支持率是一样的 他不倒戈的话 到时候评票 他的妻子就活不了了 反之如果他归顺自己的队伍 那么至少他的妻子 不会立刻死亡 在士兵的步步紧逼下 丈夫同意加入他们的阵营 在最后一刻 黑衣青年阵营的这对夫妻俩 听从士兵的计划 将票投给了黑人小哥 黑人小哥死后 长发男这个阵营陷入了劣势 长发男不甘心这样死掉 于是开始从对方的队伍中下手 试图瓦解他们的抱团行为 他告诉其他人 这对夫妻似乎有些可疑 毕竟从全球70亿中随机抽选50人 而这50人中 正好出现一对夫妻的几率 已经够小了 更何况这两人的位置 还是挨在一起的 说不定这两个人 就是在半夫妻 妆爱不同情 此话一出 确实有人心中犯了嘀咕 于是长发男乘胜追击 开始追问两人 对方的家庭信息 在问到丈夫名字的时候 妻子迟疑了 她的迟疑 让长发男抓到了她的把柄 丈夫在首次开口时 介绍过自己的名字 因此这个问题不能下编 而妻子确实不记得丈夫的名字 于是二人的谎言 就这样被拆穿了 眼见事情败露 丈夫立马变了副嘴脸 她将所有的锅 甩到了妻子身上 并声称 自己不过是在配合她的演出 可谁都看得出 一直以来 都是这个男人在提意见 于是男人被选出了局 现场剩余11人 长发男眼看着又有希望 可以压倒对方阵营 于是开始疯狂地 游水在场的女性 她利用女性 对爱人和孩子的思念疯狂拉票 但这一局双方都没有说出 要具体针对哪一个人 于是投票结束后 长发男帽子女 金发女 同性恋和士兵 这五个人获得了相同的票数 而第二轮的投票中 除了长发男没有被投死 剩余四人 全都命丧黄泉 11人变成了7人 长发男顾忌重施 利用众人想要活下去的信念拉票 此时忍受不了内心煎熬的牧师 选择了牺牲自己 为场上的6人 换取两分钟的生命 人数变为偶数 这意味着这一局 很有可能评票 此时长发男提出 自己可以和黑衣青年 作笔交易 双方各退一步 长发男这边 让出假夫妻中的妻子 黑衣青年 也要在孕妇和小女孩中 做个选择 思索变革后 黑衣青年答应了长发男的提议 并表示可以把小女孩 让给对方 双方达成共识后 投票开始 当众人都投过票后 他们突然发现 那个始终保持沉默的男人 没有投票 此时长发男阵营的人 疯狂催促沉默男投票 可陈默男始终没有投票 就这样假夫妻中的妻子 也领了盒饭 此时黑衣青年 才说出了自己 同意交易的原因 因为他知道 陈默男不会投票 自始至终 陈默男都没有投过一次票 黑衣青年猜测 他能活到现在的原因 可能正是因为 他一次没有投过票 这样一来 说不定陈默男 正是那个能活到最后的人 长发男不信这个邪 于是提出 大家一同投票给陈默男 看看他究竟会不会被投出局 黑衣青年表面上答应 但在投票前一秒 他却识眼色给孕妇和小女孩 让他们改票投给长发男 倒计时结束后 长发男甚至来不及 理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被孕妇强大的电流击毙 紧接着三人又联手 投死了陈默男 现在终于轮到了 决定最终生死的时刻了 黑衣青年表示 自己会主动牺牲自己 并希望剩余两人 自行决定 他们之间谁生谁死 满眼泪痕的小女孩 看着孕妇拢起了肚子 然后颤抖着告诉黑衣青年 为了喂出事的宝宝 他决定把生存的机会留给孕妇 两分钟很快就要结束了 倒计时的声音响起 小女孩在黑衣青年的催促下 踏出了红圈 可就在他迈过的那一秒 黑衣青年突然握紧拳头 将自己的那一票投给了孕妇 亲眼看着孕妇和小女孩 硬生倒下 黑衣青年终于忍不住 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可奇怪的是 游戏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黑衣青年也没有回到现实世界 此时他的心态几乎要崩了 他费尽心机步步成谋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这一步 没想到却是徒劳无功 愤怒的黑衣青年 开始疯狂的嘴炮输出 不过片刻之后 又有两束金色的光打了下来 原来孕妇肚子里的孩子还活着 因此现在场上其实还有两条生命 婴儿虽然有投票权利 但他并没有投票的意识 因此最后的赢家还是黑衣青年 在他逃死婴儿后 黑衣青年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地面 他头顶的天空中 漂浮着许多巨大的飞船 那里应该就是死亡游戏进行的地方 而参与这场残酷游戏的 应该也并不止他们一组 因为街道上还站着许多围观的群众 这些人大多是孕妇或者孩子 很显然 他们和黑衣青年一样 都是游戏的胜出者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 整部电影几乎都在同一个场景中 它没有大制作 也没有好的特效 但即使如此 本片依然取得了不俗的口碑 究竟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剧情的优秀 50个性格年龄背景各异的人 被困在同一空间 每人还都拥有决定别人生死的权利 50个人都想活下去 但最终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 在这种生死关头 有人选择逃避 有人选择慷慨赴死成全别人 有人选择成为领袖决定他人生死 也有人选择释放人性中 被道德法律压制的阴暗面 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人性中的一面 当然除了这些 电影中还夹杂了许多比较常见的社会问题 喜欢这种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下原篇哦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是这样 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